大家好,我是成员外 今天咱们继续来看澳洲甜品大师的第四集 这一集是豁免赛 赢下这一集的人将会免于参加下集淘汰赛 但这一集的比赛形式是 出一大师系列中极为著名的 或者说臭名昭著的接力赛 自在澳版出一大师有一季的接力赛 出了史上第一名场面之后 接下来的每一季无论如何也要来这么一场 没想到这个恶习还传到了甜品大师这儿了 也对,毕竟是出一大师衍生节目嘛 经过了纯随机的分组之后 在场的九位大神分成了三队 来自新加坡的妹子小谭 塔王和摩根小哥组成了蓝队 安迪Renold和安娜组成了绿队 话说Renold你把围裙记得这么紧干嘛呀 是想和男评委比比身材是吗 最后是小Jazz和巧克力女王 以及尊博大神组成了红队 赢下本场比赛的队伍全员 都能免于参加夏季淘汰赛 在厨艺比赛当中 没有长时间的配合和磨合 团队赛很容易就会相互扯后腿的 正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喝 雅典娜叹息没赢过 接力赛就更难了 因为比赛规则是三个人 接力做同一道甜品 场上只允许一个人在比赛现场 后来的人完全不知道前面人在做什么 交接时间只有30秒 然后之前比赛的人就会被赶下场 关在小黑屋里 只能看着现场转播干着急 更关键的是 只有第一个上场比赛的人 知道这次比赛主题是什么 所以他们也没办法提前商量 要做什么甜品 唯一能决定的就是三个人的上场顺序 Renold参加过两季图义大师 以他展现出来的摆盘实力 但凡他参加了团队赛 全都被派去摆盘了 所以当时的甜品之王 AKA摆盘小王子 这次也不例外 毕竟他们对两个大神摆盘风格 一个是这样的 另一个是这样的 他最后上还真不行 在上一番之后 打头阵的是蓝队的塔王 蓝队退场后 评委向这三人展示了 本场的主题食材 蜂糖浆 这确实没想到 我原本还以为他们会选用 一个非常有澳洲特色的食材来着 而且使用蜂糖浆做甜品 会有一个重大问题 正如南评委说的那样 想要把一个非常甜的东西 做到不甜还有味儿 这种平衡确实难以拿捏好 甜品接力赛打头阵的人 定下良好基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部分的甜品制作 是非常花时间的 万一开头没做好 后面的人有心再不救 能做的也是非常有限了 蓝队的塔王想做的是 塔王要做类似塔的甜品 这很合理 而且思路方向都很明确 同队后来的人就不用多想了 干就是了 但绿队的安娜大厨 用的是另一种思路 就是先把很多基础零件做好 再把大致方向告诉后边接手的人 这么做其实挺危险 因为这对后边接手队友的实力 要求非常高 非常靠谱才行 万一有一个发挥过头 异想天开的 比如我们巧克力里加三倍 那就全队玩完 红队第一个上场的 尊博大神也差不多的思路 但更加的随意 因为安娜好歹还会猜测后边人做什么 提前打好配合 尊博大神就有点 东一两头西一棒去了 这么做虽然很努力 但显得我斗胆说一句 毫无章法 当三个队的先锋 都在热火朝天 满头大汗的时候 Random被美女包围 坐姿乖巧 谈笑风声 就这样 第一轮的时间很快就用完 交接时间只有30秒 安娜大厨交代的有条不紊 妆妆渐渐极为清楚 塔王这边虽然有点乱 但要点都讲清楚了 谭大厨还有时间惊讶一下 尊博大神这边交接的就非常混乱了 关键问题都问出来了 竟然他也没有回答 这谁上谁不迷糊 看的人直着急 小美女杰斯一时真不知道从哪开始下手 他甚至还问了绿队的安迪 这可能是节目组要求不让说 毕竟是比赛 可以理解 好在咱们的小美女杰斯 聪明机智勇敢 对照了其他两桌的食材 很快猜出来 这次要求的主题食材是风糖 虽然八九不离石 但毕竟只是猜测 这种情况下 要心态不稳的人 肯定有方寸大乱了 但他非常坚定地做了下去 并加入了自己认为 适合这道甜品的元素 第一棒是定调 第二棒就是定型了 因为做甜品的话 最后一位能大改的空间 几乎就没有了 蓝队的谭大厨 收到的信息比较明确 虽然他在吐槽很难做 但确实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干就完了 可惜的是 他前面做的都非常好 最后组装的时候 他犯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失误 虽然蓝队狗硬当 但绿队一开始也没up起来 安迪上场就有点晕 一直在找勺子 是的你没听错 在找勺子 开场这点小布兰过后 安迪进入正轨 安娜大厨交接的时候 告诉他需要做蛋糕 你说这不是巧了吗 不是 随后安迪还做了冰淇淋等一堆 他认为适合做这个甜品的元素 打算一股脑交给他们 对最后上场的摆盘小王子Renod 第二次交接开始后 各队传输的信息量 明显比上一次多得多 Renod对吉利赛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交接的时候不慌不论 但他们对前两位大神手速超快 做的东西实在是有点太多 重点虽然有抓到 但难免漏迹一些东西 最后说了这个巧克力奶酥 就被他完全忘掉 而且他一上场也在找勺子 甜品大神们对勺子 是有什么执念还是怎么着 勺子最后是找到了 但巧克力奶酥就一直在烤箱里 被忘掉了 急得小黑乌鲁人狂喊 当Renod终于闻到后想起来时 这个巧克力奶酥已经胡到救不回来了 好在他们对做的元素足够多 一样一样的尝我感觉都能吃个七分饱 感觉他吃的好嗨呀 真怕他受不住把另外两队的一起给尝了 最后在Renod的精心摆牌之下 做出了这样的成品 这个造型我实在看不懂 所以很艺术 红队的巧克力女王上场之后 面对着一堆基本上已经做好的元素 决定再加一样 于是他做了巧克力不两瓶 感觉这仨是在做三道甜品 最后组装一番后 成品是这样的 这道的摆盘不得不说有点杂乱有点丑 更重要的是根据评委评价 虽然好吃 可他的风糖味道非常淡 偏离的主题 兰队的摩根小哥最后也加做了冰激凌 最终把他们对的甜品组装成了这样 非常精美 感觉像是某个米其林餐厅的甜品 这就是我们的PMP Pcan, maple, and pumpkin 我们做了一碗丁 它们有很少的满味 是一碗粉,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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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鲜,鲜,鲜 在鲜,鲜,鲜,鲜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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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 鲜,鲜 我加了一碗 可惜的是这个甜品的核心 也就是那个长条型的复合慕斯蛋糕 做的问题有点大 导致的结果就是 本场Random所在的绿队获得了胜利 全员三人免于参加下场很冷酷的淘汰散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这个系列 拜托拜托 点个关注点个赞 点个转发吧 我是成员外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